上海国际饭店西炳屋 只要营业天天都大排长龙 众多游客和当地民众 甘愿花时间等 都是想买上一盒店内招牌蝴蝶酥 不过大陆记者打开网路外卖平台 发现有店家宣称 贩售饭店的蝴蝶酥不用排队 走近宣称有正品的高饼店 店内堆放几大箱蝴蝶酥 还不断有外卖员上门取货 散装原味大蝴蝶酥 在饭店卖32元人民币一包 高饼店卖45元 问为什么有价差 高饼店业者说规矩就是这样 嫌贵就去饭店排队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找 位于黄河路上的这家 真正的国际饭店 翻身西炳屋去一遍真伪 再次致电国际饭店查证 业者说这些高饼店都不是授权店家 不知道蝴蝶酥来源为何 近期冒牌蝴蝶酥店之所以大量增加 关键原因是大陆电视剧 繁花爆红带动上海旅游热潮 许多不肖业者看准游客多半会买网红伴手里 打着知名品牌的名号 贩售来路不明的商品 大赚黑心财 TVBS新闻消灭 张力敏珍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